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保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否则只会伤害身边的人 女人好色很正常 怕就怕在好色的为所欲为 生活和感情毫无节制 还要用自己的单纯外表迷糊老实人 作为男人如何察觉好色女人的本质 通常情况下 好色的女人很难改掉这三个生活习惯 聪明男人一看便知 一 生活中异性朋友不断 在交朋友这件事情上 好色的女人总会觉得自己无法跟其他女人成为朋友 反倒能跟异性打成一片 她会沾沾自喜 把特别受异性欢迎这一点当作炫耀的资本 比如今天这个异性朋友送她下班 明天那个异性朋友送她礼物 后天又出现新的异性朋友约她吃饭 好色的女人已经成了这样的习惯生活 身边会有永远不同的异性围着自己转 她甚至会对正盘男友炫耀 你看我身边有这么多异性朋友 你可要好好珍惜我哦 给男友制造危机感 让男友觉得她在这些恋爱事情上很有市场 聪明男人遇到这样的女人首先会问自己 她是不是把我当备胎 她在生活中异性朋友不断到底对哪个才是真心 对于好色的女人来说 异性朋友不断已经成为她习惯生活 她不会拒绝任何异性的嗜好 这个举动恰恰说明她在感情中的态度 二跟异性有暧昧的肢体接触 在这里讲一个小故事 朋友翔子前段时间刚分手 分手的原因是 女友带她去跟朋友吃饭 到那一看一桌全是蓝的 跟她勾肩搭背 称兄道弟 翔子当场黑了脸 但是为了给女友留面子 没有起身离开 她说要不是那顿饭 她还不知道 女友平时跟异性朋友都是这样相处的 一群人吃了饭去唱歌 在KTV的翔子坐在角落 女友站在台上和异性朋友对唱情歌 唱歌的过程中 女友总是有意无意的 跟对方有肢体接触 而且特别暧昧 比如抓对方的手 搂着对方的肩膀等等 这些动作应该是男女朋友之间特有的才对 因为这事儿 翔子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 这其实就是好色女人的一大习惯 喜欢跟异性有暧昧的肢体接触 后来翔子提分手 女友解释自己跟那些异性朋友是清白的 大家都是和好哥们一样相处 这个举动其实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不分场合的跟异性 有暧昧的肢体接触 证明男友在他心里并没有多少分量 离开只是时间的问题 聪明男人就如翔子 早早看清 及时止损才是对的 三 喜欢占男人的便宜 后素的女人知道自己的魅力所在 而且知道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 自己赢得更多好处 生活中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喜欢占男人便宜 比如对于男人送的礼物来者不拒 顿不顿就要男人请他吃饭等等 如果正盘男友指出这一点 他会觉得都是他们主动送的 我又没有失去什么 这些都因为我有魅力 我收别人的礼物收多了 你要有眼力叫 就比别人送的我更好 那样才能抓住我的心 女人以其他异性送的礼物为借口 要求男友送更好的礼物时 好色的女人的本质其实已经看清楚了 这个生活习惯背后 恰恰说明他跟你在一起 纵实有真爱 那也是虚情假意 聪明男人都明白 爱是相互的 一味被索取只能说明他在玩弄感情 对感情真心的人 不管男女都希望能够以真情换真情 但如果一个女人有上面所说的三个举动 很有可能就是典型的好色的女人 对好色的女人来说感情可有可无 相比一个男人的爱 他更享受被众心捧月的感觉 遇到这样的女人 男人要擦亮眼睛 及时止损 当然聪明男人一眼就能看破好色女人的把戏 爱情应该是美好纯粹的 它不应该是任何人谋取便利的手段 女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否则后悔的只能是自己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